干瘀,用逍遥玩不管用,一记柴胡疏干玩,可解三交弃瘀,消、血、失、痰,各种瘀制。 大家好,我是沈医生,正在读文章的你是否有这样的疑问,明明我也有干瘀,为什么我用逍遥玩不好用呢? 沈医生之前也有给大家讲过,干瘀之后时有时症和虚症之分, 而对晚上失眠,浑身乏力,面色微黄,伸出舌头,舌胎,蛋白等虚症的情况, 这种时候用逍遥玩是有不错的效果的。 当然也有人会问了,那我经常辅障,反酸,食少,胸斜,胀痛,乏力,舌滞,胎后腻等实症的情况, 用逍遥玩不管用,那我应该用什么呢? 沈医生之前有给大家分享过一个方子,月居丸,他可以横扫干瘀之后的各种实症, 这里也不给大家多讲了,那如果有人说我虚实都有,那该用什么呢?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柴湖书肝丸,不过在介绍这个中成药之前, 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虚实挫杂这种情况, 在特种情况下,临床真相会有真实假虚或者真虚假实等情况出现, 这里就是说,当有实症的时候,如果不家里桥理,时间久了就会慢慢出现虚的真相, 比如说,肝气瘀结是实症,肝瘀时间久了导致气质, 也就出现食欲不振,神疲乏力等虚的真相。 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中成药,出自中国药点,不仅可健脾养肝, 里气活血,解三胶气瘀,同时还可以消肝瘀之后产生的湿瘀,血瘀, 痰瘀等,对于肝瘀脾虚之后产生的各种虚实症非常适合。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, 方中首先加入柴虎、清脾、陈脾、香符、智翘、木香、乌药、紫苏梗、 结梗、柴虎、智翘和香符用来疏干解瘀理气, 而紫苏梗、结梗、清脾、陈脾、木香和乌药用来结上、中、下、三胶气瘀, 这几味中药合起来可以调畅全身气肌,从而扫除全身气质。 其次加入三楞、鹅主、活血、化鱼、削血鱼、豆蔻、厚骨、造石除满、散湿鱼、山楂、六神区、槟榔、化鸡除满、削石鱼、扶林、半夏、剑皮化痰、以驱痰鱼、黄芹、薄荷、黛黄、黛黄、黛黄、酥干、清热、解鱼热 猪药合用可以消除干鱼之后产生的血鱼、湿鱼、石鱼、痰鱼和火鱼 最后加入白勺、当归养血揉肝、防风疏散肝气、干草调和中药 配合防风健脾解决干鱼脾虚的问题 这几位中药合用可以解决干鱼之后产生的虚症 总之猪药合用共奏健脾疏肝、礼器和血之功 不仅可以解三胶弃瘀的问题 还能消干鱼之后产生的血鱼、湿鱼、石鱼、痰鱼和火鱼 大家学会了吗? 如果您有这种情况,那不妨参考一下 但要记住照中医辩证